而为了年底台北市长选战到处败票的李应元 有一个得益的助手那就是他的弟弟李宗明 李宗明认真的程度让人印象深刻 他为了帮哥哥败票呢甚至追选民追到金门去了 距离年底的选战越来越近了 尽管是哥哥李应元要在台北市打一场市长的硬仗 但是做弟弟的李宗明败票是一点都不马虎 上午甚至败票追着选民追到了金门来 摇晃激烈的观光船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来自台北 因此李宗明一会儿对大家续航温暖 一会儿和未来可能的选票合影 清合的指数是一级的 拉票成果怎么样 很好啊这个气氛很好啊 不过大伙来到了金门眼前看的是对岸的厦门 台北市的事情似乎就有点远了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自排前面 和对岸的同胞华家常 这样的兴奋立刻盖过了选战气氛 只见大家互相邀约再见面 管他三同同不同 这的情感交流可是毫无阻碍 台市新闻十一节无精俊 金门报道 所以写字统一通